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上书大传记载 周成王时周公辅证 即胜得远传海外 远在老窝越南一带的岳商市因此而向周朝贡献白志 以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 因此 岳商市县志可谓祥瑞之兆 王莽于是学着传说中周公的做法 在得到太皇太后王征军的批准后 将白志寄献于宗庙 紧接着 满朝文武就可是上奏夸赞王莽的功德 把王莽比作是当代的周公 要求给王莽升官建决 增加十亿 王莽几经推辞后 最终接受了太富的封官和安汉宫的称号 位在三宫之上 但以百姓还没有家家自足为由 让还了增加的两线两万八千户十亿 王政均批准了王莽的让还 不过却给他提高了一倍的工资 此时的王莽俨然开始以周公自据了 元十二年 在王莽的重金贿赂下 位于经越南南部的黄之国向汉朝进献犀牛 匈奴善于也上书表示 目从圣旨 元十二年 在王莽的鼓动下 王政均开始为孝平皇帝刘勘选丽皇后 当时候选的女子中王室的姑娘有不少 其中自然也包括王莽的女儿 王莽怕这些姑娘和自己的女儿争夺皇后的宝座 于是向王政均上奏书说 臣自身没有德行 女儿下帽下等 不宜与众女子同时被选 王太后以为她是真心诚意 于是就下诏书说 王氏家族的女儿都是朕的娘家人 不要选他们 结果诏书下达的当天就有一千多名平民 如生狼官涌到宫门前上书 不肯离去 公亲大夫们也聚集到朝堂上或皇宫门口 这些人重口一词 我们希望安汉宫的女儿做我们的国母 王莽急忙派人到政府和皇宫门口 为这些请约人是摆事实 讲道理 希望他们赶紧退散 结果不但原来的人们轰走 请愿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当然 如此众多的人前来请愿 除了王莽事先安排好的托儿以外 也应当确实有发自肺腑 希望王莽的女儿当上皇后的 第二年的春天 王正军终于决定 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 平地向王莽下了两万金黄金 两亿钱的礼金 并加封薪也2.56万情土地 王莽退回了赏赐的土地和黄金 只象征性地收了6300万钱 其中4300万用来救济陪嫁者的家属 和宗族中的困难户 实为大司徒私职的陈崇丽 刻上了一个为王莽歌功颂德的奏章 几乎将当时能用的好词 能比拟的圣人 全部用在了王莽的身上 原始4年2月初期 王莽如愿以偿 正式当上了皇帝的岳父 这场历后大戏 由大汉朝国家一级导演 王莽亲自导演 并刻转出演 大量群众演员自发演出 最终以王导名利双收而喜性落幕 当然 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 总是自导自演实在不像话 王莽深知自己羽翼未封 全力源于王正军的支持 因此他又精心为王正军导演了一出 节俭爱民的好戏 他就赴太后定期时期 宫廷奢靡 而百姓温饱问题却未解决一事 建议王正军衣食用度 均从节俭 以显示自己一风一俗 挂爱天下的风范 然后王莽再上书 表示太皇太后应以身体为重 不要节衣缩食 接着 王莽再让王正军下仗 声明太皇太后自己责任重大 为了天下苍生 一定要坚持勤俭节约云云 而另一方面 王莽又时常将自己获得的赏赐 以及那份双份工资 拿出一大部分来孝敬自己的太皇太后姑姑 并打点太后身边的人 于是 在王莽的指导下 太皇太后王正军也如愿名利双收 自己公民调育的天赋 太皇太后的支持 加之身边有一个可以堪比 科培尔舆论造势能手 刘欣 以及一批鼓吹手 王莽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 在上没有大众传播的西汉社会 功率几乎开到了极限 当这一切虚张声势 与王莽几十年的名望 不断推出的惠民政策相结合时 竟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众媒体 形成一颗颗无形而有力的摸弹 朝着帝国的每一位子民 山鸭顶之士迅速涉去 就在王莽的女儿被证实立为皇后之后 包括太保王顺在内的公民 共八千余人上奏 要求增加王莽的实义 并加封其为宰盒 为上宫 宰盒是个什么官呢 当时人们眼中的圣人易一曾认阿盒 周公曾认太宰 人们认为王莽的功德与二人相当 于是将二人的官职各取一字 称为宰盒 王政君准奏 最后批复给王莽增加的封地 包括昭陵 新西两个剑和黄游巨新野的田地 王莽当然推辞如故 拉扯到最后 接受了新职位 此时王莽绝为新都侯 好为安汉沟 光为宰盒 太富 大司马 用他自己的话说 密身蒙大虫者武 不过 王莽在接受官职的同时 也一日既往地推辞了绝大多数的物质封赏 增加两块石亿和两块田地 王顺只接受了新西这一个县 其他三块封地全部退回 也许在王莽看来赏赐给自己多少钱 多少钱都没用 重要的是掌握实际权力 至于这些财富 不如换取一个好名声 这次王莽又对了 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辞账风气的事情 会引发多么大的轰动 原始五年 如果当时有大数媒体 朝安城必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有史以来 全世界最大的一次民意活动 自发展开了 一股浩大的声势 犹如滚滚巨浪 一夜之间涌入朝安城 重重拍打在 欧阳宫中尚未睡醒的小皇帝 刘看头上 朝廷收到了来自官吏 百姓总共48万7572人的上书 恳请王莽接手封地 就连接受朝建的诸侯王公 列侯 总是也都纷纷磕头请愿 要求给王莽更多的赏赐 这近49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 据原始二年的户籍统计 当时共有人口 5767万1401人 清朝末年预备立宪时 曾估计全国实资率不到5% 那么西汉时期的实资率 必然远远低于这个水平 当时全国实资的人口 也就200万左右 保守估计 全国至少四分之一 甚至更多实资的人 参加了这个活动 如果考虑到交通因素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可能以长安周边属于私立监察区的三辅四郡的人士居多 当时这七个郡级行政区的总人口 约240万 十次的人也就30万左右 也就是说 长安周边十次的人 差不多都参加了这场浩大的民意活动 如此规模自古未有 如此规模 就算往往是绝世导演 也绝对无法导演的出来 葛建雄先生说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平民 对现实已普遍不满 对前途已丧失信心 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 但却一直不见其身 以至无所寄托 在这种情况下 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人们看来 王莽就是这个西洋末世的救世主 安汉公不出 其奈苍生河 不久 在902名高级官员的支持下 王莽被朝廷赐予九西 自古以来被视为最尊贵的九种物品 这一次 他的支持率几乎百分之百 作为一个臣子 他的权力与尊崇几乎达到了顶峰 十年前被赶出长安城的那个人 如今几乎掌握着 全世界最辽阔之帝国的全部命运 自黄门狼起家以来 至此整整27年了 那个当年拼命读书的穷小子 如今终于得到了全天下的瞩目与渗透 母亲徐世可以心慰一笑了 自己果然没有摆在这个孩子身上 倾注心血 姑姑王正军可以安养天年了 这个孩子果然没有令自己失望 王凤可以瞑目了 他们果然没有看错人 甚至刚刚去世不久的诗丹 也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 尝出一口气了 因为他秉持正义 限制权贵的从政理念 即将被这个政府继承下来 出神投地 个人的梦想达成了吗 没有 人苦不知足啊 创建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 天下神的梦想达成了吗 也没有 距离太平盛世还差得远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儒式前进的步伐 五十岁的王莽心中一定翻涌着一股热浪 其家治国平天下 舍我安瀚功而其谁 只是有时候 我们真的希望 王莽在这一年能得一场大病 倒在载横太父 大司马府的极岸之策 一并而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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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